基隆三坑火车站9号晚上 有台铁驾驶员发现三坑火车站至文安里平交道间 发现有人体头盖骨 警方获报到场后 紧急封锁现场财政 初步查看人骨已风干 更在距离约一公尺外的草丛 在找到长约30公分 疑似人体大腿骨 警方已报请基隆地检署进行相验 将采集头盖骨及大腿骨DNA 便是生物积证来厘清身份 而知名法医高大成接受TVBS记者采访时指出 除了从大腿骨推算出死者身高 也能从骨髓验DNA 比对失踪人口找出死者身份 第一是看牙齿 如果有头盖骨的话 牙齿如果有鎖的话 在赵艾斯公接触那个环节的地方 成长的程度 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有七岁 身高也很重要 因为它有检查大腿骨 所以就用大腿骨可以去求到这个人的身高 头的话是看这个头盖骨的骨头 是贫滑还是吃到的 如果是贫滑是泥的 如果出到是男的 看这个骨头有没有涂出来 如果涂出来是男的 没有涂出来是女的 然后骨盆是三角形的 是男的 大部分 骨盆的牙齿是原的 再来就是看那个年纪 年纪就是看这个牙齿 最主要看牙齿 牙齿它的那个高度 牙齿咬合的程度 如果牙的牙齿 就是说它没有牙的瓶 就是还有高度的话 大概都在四十岁下 磨瓶的话就在五十岁以上 最简单的是验DNA 就是从它骨头骨骨髓去验 如果验不出来的话 就要验立腺的DNA 当然骨头找出来 当然最先就要找一个重心是重骨 再来就是找看看有没有肋骨 或是腿骨 腿骨如果有骨折 那大概都是车祸 如果胸骨有切甲 大概就用刀子刺 如果是子弹的话 当然最简单就是看 骨头有没有传过 他都男性女性年名 还有身高 然后再去找四中人口 是 因为他在中部 我们大概都是前程找人 最近回来找四中人口 找出来知道这个人 然后去查他有没有所谓 大概就知道结果 第一个人 就请你继续 谢谢大家 来看看 那第一个人 該照えー 那你 得着 不要 那